人类对机器人的探索一直在进步 机器人也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日本东京大学研发出了一款身体结构 与人极度相似的机器人 它高1.67米重56公斤 身体内置16个驱动器 能够表现出类似人类机收缩的东西 据说灵活程度是普通人的6倍 人通过出汗散发运动的热量 它则通过出汗给电机降温 研究员在机器人设计中 利用激光合理设计出一种海绵状的坚韧骨骼 水从骨骼中流过在加热后 能通过蒸汽形式移出 一杯去离子的水能够满足它半天的活动量 散热形式的冷却效率是空气冷却系统的三倍 通过流汗散热 该机器人连续11分钟做俯卧撑 也不会感到过热 这款机器人的灵活性表现在可以用脚趾站立 扭头做仰卧起坐 连接骨骼的机械肌肉 是它可以灵活动作的主要原因 目前多个国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 都在进行拟人双足机器人研发 人形机器人将变得越来越精密和人性化 未来机器人设计研发将偏向于灾难环境的救援方向